诶 你看 热狗飞了吧 欢迎来到乐高海饭店游乐园 随着全新体验项目双回环过山车的到来 我们的乐园又迎来了一次升级 这里看到热狗小哥已经汗流加倍了 毕竟30度的高温来乐园玩的可都是真爱 这位爸爸带着儿子拿着香喷喷的热狗 准备在上过山车之前饱餐一顿 可这样真的不会吐吗 看来这只小松鼠已经盯上了他们手里的热狗 诶 这是谁的气球飞了 原来是这位绿裔少年 没关系 这就给你安排新的气球 绿色的怎么样 不过气球是不可以带进设施的哦 显然热狗的火爆程度不亚于气温啊 一转眼就卖光了 没关系 法式胶岩卷饼同样好吃 这不就一下又排起队来了 这里看到小朋友已经炫完了热狗 他妈妈正在带着他接受身高检查后 准备看起入场 诶 他爸爸呢 排队 排队 游乐园里到处都在排队 诶 这不是孩子他爸吗 看来他是知道吃了热狗可能会吐 所以还拿在手里呢 这不小松鼠也跟过来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发车做好安全检查 好了 车辆进站 我说这位老爸 好像在进门的地方有个热狗禁止进入的标语吧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太过于忙碌 意识疏忽 希望他可以很快意识到问题 准备发车 放下安全杠 诶 热狗怎么还在手上 管不了这么多了 发车 来了来了 随着列车的逐渐升高 大家的心情也一定澎湃了起来 不过我说这位先生 你手里拿着热狗真的没有问题吗 走你 诶 你看 热狗飞了吧 我们的游乐设施上 当然也为你准备了高速相机 抓住你的每个精彩瞬间 怎么样 这香喷喷的热狗 最终还是归小松鼠所有了吧 来吧 来到我们的乐园 还翻天 没烦恼 Hello 大家好 我是用乐高讲故事的学长 乐高10303 双回环过山车 3756个零件 瓶装时长长达9个小时 2022年发售至今 售价500加元 税后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 零件售价比也是低到了7.5 在我已发布的33个乐高视频中 几乎垫底地排在第31位 你看看你的老大哥10261 还有8.6呢 最震撼的还是成品着91厘米 接近1米的高度 基本和阿波罗大火箭同高 长宽也是达到了85×34厘米 说实话拼完以后 我也是花费了一些功夫 才在家里找到了摆放它的位置 评装过程中让我惊喜的是 第一包零件就带来了满满的喜庆氛围 不过你这说明说理 让我总是来来回回转它 是怎么个意思 我知道它很大 你不知道它转来转去也很麻烦吗 所以我的方案就是 我转 你看到这长长的链条了吗 光数这块300个小零件 就足以让我崩溃 总体下来 我认为说明书里缺少某些细节讲解 所以我觉得这套的拼装 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那么话到这里就说完了 接下来是速拼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 我是学长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